我带一个新的美瞳 这个颜色是Naturally的Hazel Brown 我带隐形习惯就是把它这个水 倒在我的手指上一点点 然后就会感觉比较干净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对比 我觉得它这个还蛮自然的 这个我感觉有点黑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其实很好看 只不过不太适合我的肤色 因为我的肤色偏黄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适合皮肤白一点的女生 它又开始做瑜伽了 简直就像洗了一个澡 我去的这个Core Power它是热瑜伽 房间里它是那种加热的 所以你就会出很多很多的汗 然后它这个瑜伽我觉得比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 它是结合Core的训练的 所以它会让你拿两组雅铃 就是做瑜伽的期间 它会练肌肉 还有练Core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 比我在健身房自己练 会觉得更爽 出汗更多 但是确实就是 我今天去人特别的多 而且那个房间里又很热 然后又是 就是人味 因为我现在是Free Trial嘛 我觉得我应该之后会买课 我们做完一系列的运动之后 它最后老是会让你就是躺在垫子上 热风换成有一点微微凉的风 它还会拿一根大毛巾这样来 就给我们的脸上扇风 哇那感觉真的超级棒 就感觉像一个很凉爽的夏天 然后你躺在一个草地上 就那种微风拂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挺推荐的 叫Core Power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然后波士顿很多地方都有 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 应该它这都是连锁的 做的还挺好的 推荐给你们 好了那我现在就要洗个澡 然后跟我的组员去meet 自己做个晚饭啥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最爱用的笔 是无印良品的 然后上课机笔记我都会用它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就是很好做mark 走啦 终于meet了 为什么我的uber每次都要开那么远 我刚刚吃了晚饭 然后再看都挺好 现在在吃这个 我新发现的神仙零食 Trader Joe's的这个 Corn Chips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真的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好吃 这种羊群 大家周二早上好 我现在在看Crazy Julia的视频 超喜欢它 最近狂补它的视频 然后打算化个妆去学校 很久以来第一次用粉底 这次在日本代购的 苏库的粉霜 因为这实在是太火了 所以真的特别的好奇 我觉得它这个上妆的感觉还挺好的 就很自然很贴 而且它的质地是 介于那种makeup forever 那个water blue 那个狠水 还有那种普通粉底液 就很厚的那种 之间 它的那个浓稠度是我喜欢的 我最近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美妆新发现 这个也是我要吹爆它的 就是这个Kate的睫毛打底 超级无敌好用 就它是白色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那种 就是像一根一根的那种 像真实睫毛一样的东西 嗯不知道看不看得见 有东西粘在这个睫毛上 就会让睫毛变长 然后再上正常的睫毛膏就好啦 我们看这个效果是不是超级好 Kate拿着 你还没有带吸管 我骗你的我带了 真的吗 人又好多呀 人又好多呀 算了待会再录 哈喽 大家不要忘记去看他的vlog哦 哈喽大家 我现在准备去上课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带的这个 NV的日炮 这个也属于很自然的 然后我今天也没有化眼妆 我今天带的这个是小纸径的 是14毫米我记得 一般像很多都是14.2 就更小一点 更自然 OK 走了上学 谢谢 你猜有什么味道的 我豆沙的要么是肉松咸蛋黄 我想要 当然是咸蛋黄的啦 真的吗 我好便 嗨 今天 今天是我的心 不好意思 很美 我们点了一个这个caterpillar肉 一个三文鱼牛油果 软壳蟹 沙拉 今天点的乌冬面 乌冬面 是三文鱼牛油果的 这个虽然特别basic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特别好吃 这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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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鱼牛油果 鰂鱼牛油果 有点滑 我们继续回家啦 今天还没有吃饭后甜点 我打算把Yuka给我的青团 吃了 哇 看这好诱人啊 你们知道我对这种糯米类的东西 从来都是没有抵抗力的 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买过沈大成的青团 我印象当中还挺好吃的 一般还有豆沙的 但是我觉得咸蛋黄 我是没有办法抵抗 满足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缺点的 因为我刚刚把前面这块蛋黄吃掉了 后面吃就没有蛋黄的味道了 就是肉松的味道 我记得以前吃的沈大成的 它是那种肉松和蛋黄就是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可能只能给个 6点5分吧 Hello大家早上好 我下点是 我什么下点 我下午14点半到8点一刻上课 但是我之前要去一趟我们学校的office 因为我之前好像高中到大学的 学生的那个service number出了什么问题 反正导致我每次出入关的时候 尤其是在美国这边 他就是会问我很多问题 有的时候还要去那个小黑屋 美国这边 过关的人员就告诉我 就说应该是我高中还有大学的那个什么service number对不上 所以我现在要去我们学校的office一趟 因为我这周要去多伦多玩 我有好朋友马上要过生日了 而且我还没有去过多伦多一直特别想去多伦多玩 因为离波士顿也很近 只有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差不多 然后正好也有一个朋友在波士顿也想去玩 所以我们来之后就去多伦多两天 好激动啊 所以我现在要去学校office 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 用完Kate睫毛打底的这个睫毛 真的特别的巧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打底了 好久没有穿这件背心了 这个牌子我一直都不太会念 特别适合在这种过渡的季节穿 从我们学校的这个office出来 然后他告诉我他并没有查出来什么问题 然后又让我回去联系我的高中 应该是那边的文件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猜这里面是什么都是吃的 哇这个盒饭也太大了吧 今天我的晚饭是这个 这个Let me cook这个APP的老板 然后他也是波士顿的 他看我的视频说特别喜欢我的视频 就说他们家就是新出的这个盒饭 就是校园快餐拿过来给我尝一下 哈哈 而且他人超级好 主要我喜欢吃甜食 然后还给我送了这个cookies 还有这个我看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个这么大一个生芝士牛乳蛋糕 这个我先放进冰箱里 待会吃完饭吃 用甜点吃 真的很久没有吃过中餐了 我感觉有一个月都没有吃过中餐了 哇 oh my god 他们这个好像是每天都会换菜谱 今天的菜谱是这个土豆烧牛腩 这个辣子鸡块 我第一个闻到就是辣子鸡的味道 超级超级香 然后干边四鸡豆 还有这个鸡翅 隔着镜头有没有闻到香味 来我来帮你们尝一下 真的沉甸甸的盒饭拿在手里的感觉 简直太好了 好久没有吃过盒饭了 以前在国内实习的时候天天都吃盒饭 觉得超幸福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虽然都是菜 但是它装在一个一起装在一个盒里 就感觉特别好吃 我先来吃个干边四鸡豆 好吃 再尝一口辣子鸡块 牛肉牛腩 牛腩是我最爱 鸡翅 鸡翅还是拿手吃吧 好吃 好吃 简直不要太幸福了吧 上完网课回到家 吃到这个盒饭 好了 那我就要开动了 我要专心吃饭了 虽然这个盒饭是要免费来请我吃的 真的要良心推荐给大家 因为这一盒 这么沉甸甸的一盒才12块钱 还付免费的饮料 你可以自己选要饮料还是水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option 就是你没有时间做饭 但是又想吃中餐的时候 吃的好饱 但是女生永远都有两个胃 嗯 OMG 这太好吃了 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cheese cake 它属于那种比较扎实的口感 但因为不会太腻 然后奶香味很浓很浓 一大口 我打算把这些给Della和Johnny让他们也尝一下 Hello大家早上好 我刚刚收拾完行李 台区超市买好了香蕉 这样我从多伦多回来就可以吃 就是这种熟一点的香蕉 现在这个很轻 但是我两天回来之后它就差不多了 我的toast也做好了 准备吃早饭 这个有点熟的非常熟了 这个有点熟的非常熟了 吃完了给你把饭买了 谢谢 谢谢 笑草笑草 多伦多好多的楼都特别像中国的楼 现在要进多伦多的downtown了 是的 是是downtown了 大城市真的不一样 好多高楼大厦 我们的这里 啊终于到了 给大家room tour一下 这个是厕所 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化妆镜 哎呦我怎么变成这样 这里是mini bar 然后又是一个全身镜 这个是Ruby的床 他还没有到 他应该快下飞机了 然后这边是我的 大概就是这样 看一下窗外有风景吗 好吧没有什么风景 就是高楼 马上就要到一楼 简单给大家录下我的outfit 这是大衣 然后里面穿了一个西装 然后这是一个阿瑞西亚的 这两个都阿瑞西亚 然后穿一个狂威 好录完了 哇好开心 终于要来吃这家了 好多人都给我推荐 这个是菜单 做给你配好的 要点个最便宜的吧 摆一次 煎一下 牛渣的assa 好吃啊 我感觉你不是个当个YouTuber İş沟师当时快手这个 美食直播一秒 刚进来的老婆就点上有关注什么的 双鸡的料 点关注不明录 看着很像一颗肉馅 肉馅 嗯 可以 这相机 哇这相机真的是 嗯 你只是牛角 有点地堂 这果然是肥的最好吃的 好吃 小吃那个怎么样 是不是一改一对之前的海胆的感觉 原来味道是这个味道 对 因为这个是我经济吃过最好吃的 tamago 我觉得 你不觉得很好吃吗 快行 你要吃酱 就在这个中间就很moist 就有一点点undercooked的感觉 但是超级超级好吃 我们吃完饭 Ruby也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Four Seed 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这个bar里面聊天 就是人生初次汉征体验 以前就老看韩剧 韩剧 韩剧 对对对就会有两个这个 就是特别可爱 我们这是春花色人组吗 准备好进去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要去干什么重大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待会出来陪你看 我好没事 把头塞进去 头塞进去头大怎么办 不可以我都能塞 你可以都塞 对对对 那头发呢 我们这样会给母校丢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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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应该也不care我 对母校不记得我们 母校不记得我们 那今天早上好 我现在来化一个妆 我现在来化一个妆 虽然现在已经快点早上 对 现在已经快点早上 已经中午了 他们大家中午好 就这个Suku的粉霜 是那个日本代购 那个姐姐送给我的 你皮肤盘就是挺好 而且我感觉它遮黑眼圈也遮得挺好的 所以感觉不用涂 concealer 好吧我压根都没带 我们待会儿打算去吃一个brunch 估计我们吃上brunch差不多两点了 然后我们六点今天六点要吃全聚歌 我跟你说昨天超搞笑的 就昨天我不是去吃那个sushi吗 就是我们面前的那个师傅 就是是带眼镜 然后就是讲很多话 而且感觉什么都讲的超级有道理 然后我就先想太好了 这肯定是最厉害的那个师傅 这个师傅在旁边的旁边 是另外一个 然后也不怎么说话的一个师傅 然后我就先想千万不要让他给我们 就是然后结果最后还真的就是 那个其貌不扬的chef给我们做 我今天早上就是看昨天那个餐厅的 insta page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昨天给我们做寿司的那个chef 就是他的chef 然后而且还是他的owner还有founder 我真的对人不可梦想 看完那种就是花里不上 我给你讲一大堆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那种就是勤勤肯 专门做寿司的反倒是 他都懒得跟你说 对他懒得跟我说 而且当时他衣服上还有袖字 就是一个J然后林 然后后来知道他叫那个Jacky林 然后我还在好奇呢 我说他是中国人 对他是中国人 然后就旁边的那些师傅都没有袖字 然后我跟我朋友大概开玩笑 就说旁边那些师傅肯定还没来得及袖呢 然后结果后来仔细一想 就是他最厉害的主厨才会有 我错了一定是否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个神器 日本代购来的这个双眼皮胶 其实我本来就是双眼皮 但是我有的时候肿的时候 那个形状就会变得很奇怪 而且我的双眼皮是那种比较小的 各个是一起的 就是你用那个棍儿 你就可以这样 找到一个你想要的形状 就比如说这个样子 就我之前是这样 就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就是一般都是自己会很清楚 然后你就这样看准他那个纹儿 再用那个胶在那个纹儿那刷一层就好了 给大家找一下OOTD 里面穿了一个Stone Island的一个小棉服 多人都还蛮冷的 然后外头又加了一个大王的这个Jean Jacket 然后背了一个这个毛毛的Chanel的小包 这个黑裤子是J Brand的 就是一条很普通的黑的紧身的裤子 然后鞋子穿的是SW这个袜子靴 哇好有纽约的感觉哦 现在来伯爵明宴吃早茶 感觉非常的隆重啊 哇居然长粉里还包黑松霧 我太爱多伦锅了 这太高级了 哇松霧味好那么高 成都话不准 成都话很假 是吗成都话 成都人和同学人不看不看不看 完全不一样 现在导游小李来带我们广多大校园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个什么动物 我已经知道了 他告诉我了 但是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动物 其实这个是他的头 然后这个好像有点 但是我是真的没看出来 重庆大饭店 这也太多好吃的了吧 还有Crispy Cream 现在来参观李子洋的家 我家人曝光了 因为我们要把佳包的东西放到这 看一下 这个会上山到网上吗 这个会 还可以 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大就叫大山上丸 我们中午都吃的有点多 两个半小时又要吃全聚得了 所以来吃个这个猪消化的 我跟你说电视剧里这东西就有多少点 对啊 你觉得不好吃 你觉得不好吃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也觉得特别一般说实话 还行 就是他一开始吃元骨特别难受的味道 你能够我要吗 不是你美食博主还有就 建成一下这个大山上丸 导游小李非要让我们参观一下他的护肤品 那我就勉为其难参观一下吧 哇 CBB 我都不用这个 Lepere 是叫Lepere吗 Lepere 你看我都不会念 我还用精华的 这个咱们就掐掉好不好 不行 我小时候 我姥爷给我从俄罗斯带回来很多套 我真觉得巨神剑 我天天都在玩这些东西 你觉得大家会喜欢看这段吗 如果是我就喜欢看这段 应该就喜欢就快进快进快进这块 里面还有至少四个 至少四个也不可能 这么想 想来这个网红的地方打卡 结果我们到了这儿 发现这些楼都长得一样 除了这是一片空地 只是一个盏 然后它是现实的 然后已经拆了 感觉应该是刚拆没多久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感觉 烂地雨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Casa Loma 大家好 所以我家的Lounge 对 所以说我想自己连自己家都回不去 但是 但是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呗 这是一个之前堕落了的富豪的 这是一个挺客人的城堡 这个城堡是建在20世纪初 20世纪初 然后当时是一个非一样有钱的大富豪 住在里面 就住了10年家族就夸了 供大家参观 然后每年好像万圣节什么的 会在这里办什么鬼屋那种party什么的 所以说为什么客人呢 真的感觉回到了国内 导游小李是今天的寿星 嘴帅 太行 想到自己的身族 可不得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做了个hotline 这么多鱼 来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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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敢也料的 好吃 吃烤样 挺好吃 我歇口真挺好的 在震东的烤样 好可爱 我感觉知道她的头有点残 你太可爱了 我刚刚问她 我说她为什么给你一个小熊 然后我这边就是这个 结果居然是她睡觉要抱的小熊 天呐 你是不是觉得她有那种味道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 天呐 她是不是也还有名字啊 她就叫小熊 我们看一眼吧 我这好可爱 我们现在回酒店 因为我得写一个作业 然后现在来吃这个果蛋皮 因为晚上吃太撑了 笑笑神 多多多的最后一个早上 两个体重我准备 早上两时四十七 这两天吃这么多只胖了一斤 这次多多真的就是美食之旅 第一天吃到了特别特别想吃好久的 烤饭的配 寿司店 其实我最想吃的那家叫 亚酥 提前一周查的定位 只有晚上九点半了 就要是太晚了 我觉得这个 是有点是最便宜的tasting menu 我觉得总的来说还不错 就是肯定不会难吃 但是好吃的寿司大概 我觉得有四片左右 让我觉得哇 我还想再吃一碗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 怎么说呢就是 我觉得这家餐厅就是 吃了一次觉得挺好的 挺开心的 但是我不会特别想 再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我会想多试试别的 对 然后我看到第二天吃什么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吃早茶 那家早茶真的金碧辉煌 真的 环境又很好 然后又很好吃 然后晚上我的老铁不是过生日吗 吃的全聚盒也超级好吃 真的比国内的全聚盒还要好吃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饿了还是怎么着 就那个面皮也特别的薄 然后烤鸭也特别的香 然后其他菜也很好吃 这次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喝成奶茶 不过我觉得留点遗憾是好的 这样我下次就还会再想买 我对于加拿大的华物馆店 那是太 我太喜欢加拿大这个国家了 就可能只限于多伦多和温哥华吧 就是特别适合华人居住的两个城市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太像国内了主要是 按摩汗蒸 桌游吧 我最喜欢的剧本沙朗是啥 这些都有 但是像波士顿这种学生为主的城市 就不太会有这种东西 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是 就比较适合居住 可能波士顿适合学习吧 比心 刚刚拿到我的外卖 然后我还煎了一颗鸡蛋 配着这个饭吃 这个还是我上次吃的健康餐 那个叫life alive 这间吃的很油腻 突然特别想吃这种清淡简单 但是又很好吃的吃 而且它这个饭有一颗 有半颗牛油果 我真觉得牛油果配上任何东西都会很好吃 不是今天这牛油果有点小 就给了我一半的一半 还好我煎了一颗蛋 刚说牛油果好吃 结果就收到一颗这么差强人意的牛油果 它这个其实超大一碗的 而且下面都是饭 就这种brown rice 所以真的超营养 吃到最后超饱的 因为饭特别多 然后再来一颗煎蛋 是不是这个饭的level一下又高了一大层 好啦我要吃饭啦